看到一个老朋友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推文 他说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 以上海疫情为首 事情呢正在发生变化 各个层面都在发生变化 原先的各种模型正在被迅速的打破 他认为值得大家去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中国局势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没有一次中国的发展 是按人们预料中的情况发生的 今天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很少有人真的愿意去面对它 因为今天发生的这种悲剧 它是由每一个中国人 共同去面对 甚至是促成的 那共产党有没有像人们想象的 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掌控中国社会呢 原先你看到一些中心 苏柳城市 被封城了以后 大家都认为 它们不重要 那么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上海 还不重要吗 我记得很多朋友们都预测过 说上海人 活得很精致 他们是国际化 大都会 他们不会 出现 人道灾难 但是我们推测中的情况 没有真的按照我们预料的方式预言 说封 它就把你封起来了 执行的过程中 人们看到了两点 非常明确 第一 上海人 无论你是支持共军的 还是反对这个极权的 在西胖的眼里 你都跟黄奇帆这一类的人是一样的 你有再大的本事 他不用你 你就一颗红心 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看了 他不信 他认为 这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固有的地盘 不是他的 所以他不在乎你 是不是能 听他的 他现在对你一视同仁 把你当作需要隔离的对象 你说你的祖上 为党国的建立 立过功 付过伤 流过血 没用 第一批打进 上海的新士军老战士 还有在隔离的过程中 因为送医无门 而死去的 他不背这个历史包袱 他还在自夸 他的防疫 应该获得金牌 他还在北京 召开关于冬奥会 关于中国抗疫的成就 自己给自己颁奖 他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 长三角 珠三角 上海的吉林 这些自以为生活在大城市 对稳定中国 发展经济 起到过莫大作用的 这些地方的人们 很心酸地 看着这些新闻 有些人说 从来没想到过 自己离医 饿死 就差那么几天 其实我觉得饿不死 真被饿死的是 不能说话的人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 发出呼吁 包括在网上 现在还能 自外乱叫 说家里的菜 熬不过两天 再过两天 有可能自己会被饿死的 这些人 其实都不会饿死 但能不能给他们 留下教训 就很难说了 美国人已经授权 在上海的领事馆人员 非必要的可以撤离 其实我相信 今天被隔离 在家里面的上海人 有很多人发自的内心 看到这一条信息的时候 是不舒服的 他们巴不得 拽着美国外交官的衣袖 告诉他们 你不要走 先把我的单签 因为我想换个地方交税 上海封城 一转眼 十几天了 还要封多久 没有人知道 那么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可以说明星 正在起变化 但是能够促使他们 真的坚定自己的信念 去踏出国门的人 能有多少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上海的房产价格 在中国一向是领先的 你别认为仅仅 北京 三万一里 价格非常高 让你承受不了 其实像汤城一品 这样的房地产 在中国 早就 为人们所熟知了 卖不掉自己的房产 有多少上海人 是不会走的 大家想一想 你一辈子的积蓄 都在这 你不知道未来 你面对的环境中 还能不能让你赚着钱 你会舍弃 在中国一辈子 奋斗来的成果吗 这种人不懂 有 但是 我看到的 其实不多 所以我不认为 马上就会掀起 一股移民潮 但是 卖掉自己的房产 做下一步的打算 这种人 可能会越来越多 昨天我们看到了 有很多报道 都是关于高速丰路的 十几个省 受到了影响 但他不妨碍 习胖向上海 各个小区 派进去 这些 以志愿人员 明目出现的 军警 你就应该知道 新一轮的调整 正在开始 而且是全国性的 外地人 外地人 终于能够 发出自己的感慨 让上海人 羡慕一下 他们幸福的生活了 当他们 水深火热的 被封在家里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网上说 不要发负面的新闻 要相信政府 上海有很多 所谓的大嘴巴 原来一直是支持 习胖的这种政策 今天他们也被 禁锢在家里了 长三角 住三角 受到影响的行业 企业 人员 都在 看着上海 上海有他们 太多生产链上 不可或缺的人才 公司 或者是 风头了 他们从来就没有体现过 真正的感受到 其他地区 人们曾经 面对的困苦 他们总是 类似于看新闻一样 端着咖啡 提了牙 在书房里 坐在电脑前 让人们不要传播 负面新闻 中国有很多地区 遇到 旱灾的时候 遇到洪澳灾害的时候 上海都有自己 先天的优势 它是入海口 洪澳灾害 对它的影响不大 旱灾 它没有农村 对它来说 影响也不大 那么今天 在政策上要清零 可以说 一棍子 把他们都打进沟里去了 让他们感受到 在中共的治下 没有哪一个地区 是特殊的 香港都不再特殊了 你上海 跟其他地区 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所以这种变化 最根本的是 打掉了 上海人的优越感 有许多人开始沉思 这个地方 还能不能待下去 如果连上海都不安全 那么在中国 还有哪里 可以让他们 平静地 放下一张书桌 把中国的社会现象 仅仅当作一些探讨的话题 因为他们这次切身的体会 所以许多人在心态上 应该会发生一些转变 对中国能够 和平 理性 非暴力地进行抗争 而换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这种幻想 基本上都被打破了 但是人们经常看到一些 发出来的视频 让人啼笑皆非 我看到两个 印象比较深刻 一个说他要拿快递 看他们的大白不放 说我要是放你出去 或者帮你拿 离开了这个岗位 我一天的工资就没了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种大白 一天的工资也就百把快 你就给了他又怎么样了 你又舍不得钱 还想要维权 只能说你想多了 那么另外也是一个很怂的人 他在尽力地 跟看管他们这个小区的大白 在谈的 其实 他要伸张的权利 是宪法赋予他的 他认为他很有理 但是人家就不放 透过一扇玻璃窗 一张简单的纸 就把他封在家里 你真冲出去会死吗 他不会 不妨碍他 用手机非常精致地 拍下这个生活片段 发到网上寻求支持 那他想出去采购一些生活用品 他想让自己 不要再过这种挨饿的日子 他的这种想法 能够得到实现吗 他不愿意争取 他只愿意唤起 更多的呼吁来深远他 靠别人深远 能让你不再犯酸水吗 活得很精致的人 无论他发出再多的喇喊和视频 实际上都掩盖不了 他个性中的这种怯弱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转变 只是一个基础 真正社会的变革 还要有一段时间 才能出现 而且绝不会出现在这些 有了资产 有性命 只会高声呐喊的人 在这种人居住的城市 是不会出现革命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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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